好 非得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唐嘉龍 明星期五百零九年11月5號星期四 禮拜四的時間 呃 七點鐘的十多啊 我其實只討論兩件事情 我有大部分時間 星期四的七點鐘時段 我都在討論教育 但這教育裡面呢 不只是學校裡面的教育 呃 不只是 不只是從從這幼兒教育 然後到到高等教育 也包括了很多的 就是說呢 社會大學的題材 嗯 好的 今天星期四的時間 我知道全世界啊 包括台灣 大概這兩天關注的焦點 都會在美國總統大選上投 是 那不管他 我們的 我們還是要呢 照表操課 星期四的時段呢 向來都都會有非常好的收聽率 最重要的是呢 今天呢到我們現場呢 是一位的 嗯 貴賓 來 呃 在我們現場的 台灣澳美集團的 董事總經理 很懂事的總經理 謝 謝星慧 星慧歡迎 是 夏朗大哥早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早安 我認識謝星慧 N年前 有20年差不多 有超過 我整個在澳門的工作經歷 26年 第27年了 可是我每次看到你的時候 我會好奇就是說 人家都沒有變啊 你美顏了 你美顏了 對 真的 我是說說說真的 有啦 又變胖又變瘦 變胖又變瘦 除了 哈哈哈哈 這個是現代人 現代人必然要有的魔法之一 特別是女生 好 那你的 當然 因為今天 謝星慧出了本書 我非得要找他聊 我其實都是借著你們出書 把你們找來聊天的時候 才能夠聊得比較寬廣一點 好 那這本書 董事總經理的30個思考 當然副標題 工作不是湯 不能用熬的 就是大家在工作 熬時間 熬資歷 反正都在熬 熬在中文字裡面呢 是有一個很複雜的含義 就是很痛苦的 很勉強的 不開心的 很不開心的 混時間的 莫可奈何的 所以熬這個字眼裡面呢 充滿了呢 在時間呢 無限悠長的過程當中 所累積的負面情緒 我這樣講 對嗎 對不對 那就會不快樂 對 就算你得到了 你也不快樂 對 但是熬熬這個字呢 又有一種呢 雖然不快樂 但是我沒有辦法 嗯 莫可奈 我必須要做 做下去 對 好 所以呢 當你開始進到一個熬的狀態 不管你在熬什麼關係 其實它都意味著呢 你的 你的 你會呢 身心俱疲 但是呢 又 又無法掙扎 那才叫做熬 嗯 好 但是呢 謝忻慧呢 在在寫這本書裡面呢 在談到 就是從一個 成為董事總經理的一個角度來講呢 在告訴你 面對到工作 面對到職場關係的時候 你不能夠用這種熬的態度 熬落會讓你覺得 每一天早上起床都很厭世 是 是 那其實那是一種負能量 你想想看在工作的環境跟場域當中 這些負能量其實不會讓你的表現是好的 嗯 那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人的工作的觀念跟態度跟過去不太一樣 嗯 可能早期是把爬梯子的 嗯 一個階層一個階層 哎做到了就給你升官就給你發財 嗯 但現在的人呢通常不太怎麼樣 嗯 其實是因為要有戰功 嗯 戰功呢 已經是現在評估你能不能升職 或是能不能得到一個更高的這個職位的一個指標 嗯 所以以前認為就是沒有功勞有苦勞 嗯 我們覺得有苦勞就夠了 嗯 其實早就沒有這個這個遊戲規則了 所以你應該想辦法在你的喜歡的工作的領域當中 找到一個你自己可以適合打仗的位置 嗯 然後想辦法呢幫你自己幫公司幫你的客戶嗯 找到一個非常好做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嗯 那我覺得其實現在世界還蠻公平的嗯 如果你真的能夠做到達到一個適當的一個戰功 嗯 我覺得呃 加以十日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這些成就 好你剛你剛講的這句話可能是在職場當中的經典語錄 我們常常掛著呢 我沒有功勞有苦勞 嗯 一直就是說我很努力了 雖然雖然雖然的整個整個事情的就是說呢成功並不歸我 甚至於可能的失敗呢主要是因為是失敗跟我有關嗯 可是我很努力啊你你你你不用把所有的失敗的賬都算到我我身上啊 嗯 好但是我們倒過來講在職場上面能接受就是說呢只有功勞沒有苦勞嗎 嗯嗯 其實我覺得以現在的狀況來講的話多半如果有功勞有苦勞 我覺得是第一名的對不對 老闆又看到你很努力嗯 偏偏你做出來的東西很有成果那我覺得這東西我一定是優先把捉他 我自己也希望朝這個方向去做啊但假設今天必須有個選擇的狀況 功勞跟苦勞的情況之下功勞一定還是比苦勞要兩眼嗯 那因為這個東西現在所有的職場上都會評估你工作要有KPI嘛 KPI指的就是那我們一開始這個事情要做到什麼目標我們把目標定好 要做哪一些指標證明這個案子做完或這個客戶做完會成功 那因為有指標有指標其實是很容易可以對照做完之後成功一成功二成功三 沒成功三沒成功四沒成功五 那我們就可以去依照這個東西來做為我們的一個評估 那我覺得這個評估越明白越清楚其實最後比較不會有那種就是 我有我我付出了我這麼努力的為什麼你不給我我要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老實說有些時候把醜話說在前面還是有那麼一點好處的 嗯對 對因為這種的觀念在我們現在現場的是這個澳美現在是台灣澳美集團的董事總經理謝新輝 我認識謝新輝的時候謝新輝應該還是個小女生現在也還是了 嗯哈哈哈哈 我今天會當作你說的都是真的 等一下我問你啊好那 好 我認識你就在澳美了 我在澳美但是我有二出二景 你中間有離開 對 好那 在澳美二十幾年前前後後 前前後後對 那為什麼一直都在澳美 顯然顯然你具有功勞又有苦勞 嗯我覺得這個是齁 我當時阿公是功勞苦勞也就是說有點緣分 然後因為其實我自己其實蠻喜歡做這種溝通的工作的 嗯但因為我小時候很愛講話 然後又很雞婆 然後呢又還看電視 你知道我們那個年代看電視 明明要明明要明明要高中年高 我還在看醜流香看到沒辦法聽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我覺得喜歡傳播那個是我的本質 那因為我喜歡這個是我後來就讀了大船系 嗯大船系呢在這個大船的四個工作當中 其實我又發現我不是一個很聰明的 馬上就可以知道我要做記者還是做公關 所以我其實有四個實習的工作 嗯嗯 四個暑假找了四個沒有薪水的實習工作 後來在澳美公關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實習生 哎我覺得這個四個實習 從報社然後從廣播電台 從電視台跟在公關的實習的工作當中 我覺得公關這個工作讓我覺得我每天早上起床 就像您剛剛講的 哎鬧鐘一想我就蹲我就起來了 一天我就忙完了 兩個月就過去了 我想我發現這個有點有趣 一定會發現 如果你跟人一個人一見鍾情 你一定迫不及待想見他對不對 喜歡一個工作的感覺是很棒的 就是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子是對的 那我因為這樣子我投入這個工作之後 我發現 70%的工作內容我是喜歡的 但30%的工作可能還是有點點你知道細碎啊 跟不適合 但我因為我會喜歡這個70的工作 我就把那30的工作當做就是一個磨練 就把它度過去 所以一路上走過來我發現這個工作 其實學習的come down蠻多的 我每做一個新的案子 我就有新的學習 我每負責一個新的產業的客戶 我就對那個產業也有一個新的學習 那我每管一個人多加一個人 我又多加一個人的管一個人的學習 我發現我後來真正的動力 倒不是像大家所說的 我一定一開始就立志 我就知道我要在這個地方待26年 我發誓我真的沒有 可是我可能很堅持的一件事情是 我希望在這個領域當中 第一做的是我喜歡的事 第二件事情是 我可以不停的有學習 這個學習就像是一個吃馬飛一樣 我覺得有心學習東西 再苦我都覺得有趣 那第三我可以幫助別人 那因為其實我的工作是代理商的工作 代理商的工作 其實我並沒有生產一隻手機 或一部車子 但是我幫手機的客戶做行銷 我幫車子的客戶賣更多的車子 我就覺得那是幫助客戶成功 那我們的行業其實成人居美的工作 就客戶成功我才有成功 那我感覺這個是蠻像我自己的 我今天如果像唐大哥這麼帥 我每一天都站在螢光幕前 我就覺得很開心 可是我比較喜歡在幕後 我喜歡在幕後 然後我籌劃這所有的事情 規劃這些策略 創意 把這些苦工作完 看到我的客戶在台前 像金城武 像這個林志廷一樣的 接受消費者的喜愛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開心 我就寧可在幕後默默的 當個比如說像李安 這種導演的角色 這整個這個 因為你好我好 然後大家才會好 這工作的模式 我自己還蠻喜歡 所以其實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就覺得這個工作很好 那加上其實老實說 如果我真的喜歡在這個領域當中 其實我的公司 澳美已經是這個業界的最好的了 然後我在台灣的客戶很非常的local 但是我國際的客戶非常的國際 然後就很多的知識的餵養 對那當然困難困難是更多了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 克服困難之後得到了成就 得苦得樂 所以就一路到現在 工作其實到 一旦有一些工作經驗 你就發現 一個能讓自己成長的工作 蠻重要的 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工作是沒有什麼成長的 或者你覺得 你工作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之後 你就覺得開始很routine的 日复一日了 那那個工作其實 適不適合作為你的終身職業 就要考慮了 好那在我們現場的呢 是澳美 台灣澳美集團的董事總經理 謝欣慧 謝欣慧剛剛講的 就是第一個 因為我之前訪問壯淑芬 我其實一直都有點困惑 我就覺得台灣的女生比較厲害 我是說真的 台灣男生很厲害 我不是在公為你們 不只是在公關 廣告這些行業裡面 對 我說台灣的女生比較厲害 包括你說像在體育圈子 你看現在能夠呢 能夠我台灣只有球後沒有球 哈哈哈哈 這全是 就是所有的別的都有 你看我們有網 你講真的耶 對我們有網球球後 有羽球的球後 都是世界第一的 是 有高爾夫球後 都是世界第一的 可是男生有哪一個 嗯 讓我想一想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台灣的女生真的 真的比較厲害啊 嗯嗯 好吧不過因為剛剛謝 謝欣慧 謝欣慧講的事是錯 我不是因為 因為自己覺得自己適合 在那螢光幕前面 所以我在 我是完全相反的 真的 好想知道喔 我是完完全全是因為 是因為知道自己很自卑 覺得自己沒有任何的條件 包括我的表達能力非常不好 嗯 我講話 怎麼可能 我沒有你 我沒有你 我沒有你那種就是說 雖然是女強人 可是呢可是講話呢 非常輕柔的特質 嗯 我講話會結巴 嗯 我講話 嗯 我從小呢 講話就被他嫌 嗯 就覺得 除了會笑我 魅力吧 是不是魅力 你問我王偉忠 我上個禮拜才訪問他 我就說我最討厭訪問王偉忠 因為每次訪問他 他都會笑我 哈哈哈哈 好有趣喔 他一定會笑我 笑我講話會結巴這件事情 好吧 當然現在的結巴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但是王偉忠剛認識我的時候 或者是我更小的時候 我那時候剛進新聞圈的時候 我結巴的厲害了 嗯 我結巴到就是說 我根本要叫一個人的名字 我要叫王偉忠是叫不出來 我叫王偉忠 哈哈哈哈 你你就像這樣的人能工作嗎 嗯 鐵廳不行啊 你要是澳美公關 我管你是不是董事總經理 你鐵廳不會用用我的 不會啦 真的不會 真的嗎 我們要有觀點 還有對的態度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他哥的觀點 永遠很犀利 那個是本事 我也覺得 可是喔 可是 可是在那個年紀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誰 誰管你什麼觀點 你才二十幾歲 嗯 好那那我 我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弱點 我的老師也告訴我 嗯 你的表達能力有問題 嗯 第二個 你的文章寫的不好 嗯嗯 所以 老師就告訴我說 你以後畢業了之後呢 你不要做那個要抓筆寫文章的事 嗯嗯 你也不要做靠嘴巴講話的事 他說這種事呢 你恐怕都做不來 那我問他說 那我還能做什麼 嗯 老師說 你去考公務員吧 真的 他有當公務員 我聽完了之後呢 大受鼓舞 我就決定 一定要朝著老師講的相反的方向走 哈哈哈 你在老師 你在老師最近還有見面嗎 有有有 他他跟我 你要不要訪問他 他很好的 我好想知道 他很好 他他他他對我很好 對我這一聲音響很大 我只說 我聽完之後我就說 哇那我要照老師講 還是他用的是激將法 不是他才才才才不是激將法 他他他是一個 春風話雨的老太太 好那他他那時候勸我 他絕對是發自內心 他很擔心我這輩子會受挫 因為愛才勸你 對 他只覺得說 嗯這輩子不要 不要對 對自己太抱著怎麼樣的期待 反正你就是安安分分的過日就好 嗯嗯嗯 但是我想說我如果這樣 那我那我這輩子我還能幹嘛呢 我能做事就不多了 嗯嗯 所以我就決定了 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呢嗯 即使會被他笑我都要去 所以我就決定要進 你可以很努力吧 我就決定進媒體這一行 OK 又是拿筆又要靠嘴巴 對 你就知道我為什麼做這個 我做這一行並不是 他多麼成功這位老師 嗯真的他成功的激勵 激勵了你 所以跟你是不一樣的 好不過欸你在澳美 畢竟做個公關 當然澳美最有名的事就是公關了 但是其實你們並不是只有公關 廣告也很棒 廣告是其實領頭一樣 對公關廣告還有網路社群 社群對數位然後數據這些東西都要 好但是這些都跟人有關 對啊 所以對啊 謝欣慰這這些時間月人無數 嗯真的 所以在人的人的管理上面 我我相信你應該包括你的你的書 裡面所提到的其實都在告訴大家 嗯面對面對職場面對工作的時候 嗯 該有的態度 嗯好那你說工作工作不要用熬的 誰不知道每個人都想像謝欣慰一樣 一開始就找到了一個哇就是嗯 嗯就是覺得有什麼工作適合我的嗯 第二個做了之後也適合 而且很興奮嗯 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呢不掙扎 不掙扎 我講起起床之後要上學的不想去上學 要工作的不想去工作 那個是那個是我覺得人生最痛苦的事 嗯嗯 因為你還是得要去 嗯是啊 但是謝欣慰沒有 謝欣慰剛剛講的 早上起床崩秀就起來了 對 就覺得精神抖手 今天又又是非常快樂 對 充滿戰鬥力的一天 對 那到底是你個性的問題 還是你的心態的問題 嗯 這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剛剛講的是很理想的狀態 其實你就算喜歡一個人 你中間也是會有 有的沒有的吵架 對不對 不可能永遠順遂的 那我喜歡這份工作 其實我在這份工作也跌了我第一個大腳 其實我第一次大撞牆 工作的時候大撞牆就是在澳美這份工作裡面 其實我曾經離開過 嗯 第一次離開是我工作大概兩年兩年半左右 我發現我的能力跟我的身體的負荷不了 其實我是有離開澳美的 第一次離開是因為我的假狀腺抗警的毛病 是因為工作很累嗎 工作很累 然後我不知道求救 我覺得當時最大的狀況是因為 你知道我們 你看到我們公司看過嗎 那個每一個人都是國外回來的 然後講話 那個英文都拼六的 然後穿得起來 阿瑪莉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公司的人 你這種的感覺 是不是 我大學剛剛畢業 土妹一個 進到這個環境當中 英文又是一個差都不行 你剛剛講到 你剛剛講自卑我真的完全的同意 好啦 那我只能靠努力對不對 更努力對不對 可是我更努力 並沒有努力對方向 我呢 雖然很努力 可是我沒有好好的在 比如說工作過量的時候求救 或是這個事情 我不清楚的時候 沒有把他問明白 那因為我不好意思問嘛 怕人家覺得我很笨嘛 這怎麼 這你也不懂 你也問 所以完全的就是撑起來 撑在那邊 所以我其實有crash過 那我在那個生病的過程裡面 我找到了一個自己找不到過不去的官 那我其實是先離職 離職之後 回到我自己 我自己南部人嘛 我爸媽在高雄做滷肉飯的生理 我就回到滷肉飯 沒有啦 退休了啦 哎呀好可惜 要不要我就試一試 哈哈哈哈 我也好想念我爸的滷肉飯 對啊就回家購店 購店三個月之後就是治病嘛 啊治病之後歸了零 反而覺得很有意思 整個人呢神清氣爽 覺得我以前過不了 你進澳美多久的時候 我大概兩年半三年八 那時候年紀也不過二十五六歲 所以我很感謝我的生病 我這些災難來的很早 這個來的很早 所以在你進澳美之前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 而且我並不知道我家有這個基因 家裡面都沒有人發病 因為你知道這是一個遺傳性的疾病 我後來發病之後 我爸爸才發 假動性機能抗菁 抗菁 對就是你知道那大脖子 當然那個那個對女生很慘 第一個會大脖子 對啊好臭喔 第二個眼睛會凸 會凸凸的 對會凸眼睛 而且凸眼睛之後你不是說 OK補充了什麼東西之後就會好 沒有沒有 它就是女生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警報器 其實我已經好很久了 大概二十多年檢查都沒什麼大問題了 但我自己會知道 如果我今天的狀況 比如說我太過焦慮了 或是我很生氣了 其實我的心裡面是有一個 有一個警報器 它會稍微讓我的心跳 其實稍微快一點點 我覺得它很好耶 它好像就是我內建的一個系統 我就知道說 我現在太急了 賣下來 不要跟人家講話 不然你可能亂罵人 然後現在只走看一下下 然後五分鐘後再回來 這個現場就會好一些 或是現在太急了 現在不要再做這件事了 我應該再去做點什麼 再回來 所以它其實是早點點 讓我知道我怎麼去管理我自己的身體跟情緒 所以你自己覺得你的抗壓性怎麼樣 我覺得我抗壓性超好的 自己這樣誇OK嗎 所以超好就好到就是說自己身體出問題 過量了可能就不知道 這也是另外一個 另一個方面的詮釋 所以我現在因為年紀一到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我這些跌倒的過程挺多的 才會覺得我應該把這個事情好好寫一寫 我都說我這個作品是一個誠懇的跌倒之作 我不見得哪什麼地方都告訴別人我做得很好 但是我在什麼地方跌倒的 我希望在樹裡面都把它寫清楚 因為一般人會覺得說 哇你是外商公司總經理 你一定是很幸運 或是很多人寵愛你 你每件事都做得很好 所以看不出來其實每一個人的背後的故事 其實都是有他自己的一個起來有志 那我希望在這個地方上面 因為現在這個時局 年輕人其實老實說找工作都蠻辛苦 其實好多的孩子 連讀大學都已經是貸款的 那個我媽媽在那時候再怎麼辛苦 她都沒有讓我大學貸款 我頂多是打工 可是現在好多的大學生其實都貸款 然後現在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 我發現他們有工作一份兩份三份的 其實是蠻常見的 也就是說其實我希望讓大家理解 我們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人的工作的一些辛苦 但你要怎麼克服 你可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方向跟目標 就是never give up 對 我不久之前我還罵我兒子 我說你這不好念書 你現在一學期就學學費 夠你爸爸從小學念到大學 是的 他們就不可思議 他怎麼可能 我說公立學要不用錢啊 那時候念大學的時候 幾百塊啊 對啊 我念師大附中幾百塊啊 我念台大幾百塊啊 然後他問我說那你念研究所呢 我說我告訴你那個時候念研究所更好 但不要錢 教育部每個人還給我四千塊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時候四千塊有多大嗎 真的 對 他就不可思議 當然現在現在不一樣了 所以所以其實每個孩子 每個時代的孩子面對的情況不同 真的不同 好在我們現場的呢 是台灣澳美集團的董事總經理謝欣慧 我在訪問謝欣慧的 當然第一個 那些謝欣慧掏乾掏肺的把他的 把他的職場的這一路走過來 辛苦 心路歷程 跟大家分享 他也沒有隱藏 他有挫折的地方 他有迷惘的時候 然後到今天成為一個台灣呢 台灣的一個最大的廣告公關的一個 傳播集團的董事總經理 你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為什麼遇到的外商的董事總經理裡面 女生的比例超高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個行業啊 還是比較是需要理解人的需求 同理心服務的 我都說我們是一個服務的一個顧問業 但是我們的產品是知識的服務 所以因為他還是一個需要跟人相處的 我後來也覺得我們的公司的比例 大概六成到七成左右是女生 真的喔 三成兩成是男生 對這是一個現況 對 可是我發現現在在一般產業當中的做行銷 這個領域的職位的人當中 其實女性也佔蠻高的比例耶 所以我常常就會有一個困惑啊 我覺得台灣人死了 很優秀 沒有啊 就是半導體業吧 哈哈哈哈 準備準備去當兵吧 好 來這這本書呢是時報出版 董事總經理的三三十個思考 那工作呢 不是湯 湯你可以用熬的 你可以去煲湯 可以去熬湯 可是工作呢 如果就算不要不要讓你一躍而起 可是如果工作不會 我就跟年輕人講 我說你不要問我什麼工作適合你 我覺得每個工作 只要你能夠做得下來 其實你都可以做 最後會去支撐你工作的 其實是成就感 喔 太贊成了 我跟你說真的支撐 你千萬不要預設 就是說我適合做這個 我適合做那個 其實你做 你如果有夠多的工作經驗 你會發現你其實可以做的 遠超過你想像的多 但是最後你會做什麼 在於成就感會回饋你 會告訴你 那個時候你就曉得 你適合做什麼 來這個時報出版的書 進廣告 回頭之後繼續訪問 台灣澳美集團的董事總經理 謝欣慧 好 非得不含非得早餐 我是檀嘉龍 來民國109年11月5號星期四 那禮拜四的時間 今天我特別訪問 台灣澳美集團的董事總經理 謝欣慧 只要你是在台灣的 廣告公關的領域裡面 沒有人不認識謝欣慧了 好 那這本書呢 董事總經理的30個思考工作 不是湯不能用熬的 那謝欣慧呢 掏乾掏肺的 把他的這個職場的血淚史 把它寫下來 那把它歸納成了30個 這個不同的觀點 好 那這是時報出版的書 那你在這董事總經理 你把它分成三個部分了 一個是懂工作 一個懂生活 一個懂人生 這三個都懂 我覺得 嗯 就已經是得到高升了 哪有那麼容易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對啊 你看出我的企圖 要出第二本對不對 對啊 哪有這麼的簡單 我告訴你我寫書 我一定 我一定不敢定這種標題的 那很可怕 喔 真的 嗯 一直期許自己嘛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問你剛剛講的 好 比如說撞牆 我跟你講撞牆不奇怪 嗯嗯嗯 誰沒有撞牆呢 工作的時候 你你做的工作 或者我在報社工作 報社的工作是很現實 就是你今天工作的績效 就是你剛剛講的有沒有功勞 兩個小時就知道了 對 因為我一點鐘截稿 三點鐘晚報出來 我三點鐘看晚報 看看你的你的對手跑了什麼 你跑了什麼 你今天到底交錯什麼東西 兩個小時就就知道了 這叫現世報 對 所以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選擇晚報工作 我覺得So exciting 就是 我覺得我每天都在驗證我自己的 能力 努力 我今天努力有沒有成果 可是有的時候你會挫折啊 嗯嗯嗯 那挫折的時候就躲一下嘛 找個洞子自己埋 埋起來 那大概最好的方式 可是你呢 你都已經 你都已經假裝現機能抗禁了 嗯嗯嗯 然後那為什麼還回來呢 嗯嗯嗯嗯 剛剛特別談到 就是說其實我還是喜歡這個工作的本質 嗯嗯 這個工作的內容跟成就感 你剛剛提到 當我從一個不會做一個記者會 到做完一個記者會 嗯嗯 我倒不知道怎麼 劃一個消費者活動 到把一個活動 哇瘋瘋光光的辦完 嗯嗯 那過程當中無比的痛苦 但是辦完那一刻 嗯嗯 哇我覺得我怎麼可能辦得到 嗯嗯 而我竟然辦完了 而這個辦完了 那這個有點像是吸毒的 小小的馬飛的感覺 會讓我覺得 我應該還可以再做下一次 嗯 那生病是一個一個過程 其實那是考驗到 我到底想不想要 這個 我真的想要完成的這個 工作的一個學習的目標 嗯 那嗯 生病會好 因為我有休息下來嘛 那我休息下來之後 其實也是一個機緣 我的老闆又找我回去 幫我做part time 他說你來幫我做part time 好了 你看起來已經狀況蠻ok的 嗯 那我覺得我也欠著老闆 一份情意 所以我其實 可是假裝性機能抗禁 大部分的女 因為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狀況在女生身上 比較多 多多多 多很多很多 對 所以你看到的假裝性機能抗禁 大部分是女生 嗯 第二個 當你一旦 一旦有假裝性機能抗禁 醫生大部分都跟你講說 叫我休息 放輕鬆 對 不要休息 對 不要有壓力 免得會復發 對 然後呢 藥物控控制 算有一點效果 但最重要是你的生活型態 要改變 要改變 對 我也會 是 那你當醫生 那問題是 那我 我我我如果是你 那我想說 那那我要換換工作了 嗯 那你為什麼要回去 我覺得這個這個醫生 跟你的那個老師 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覺得他越這樣 他也激勵了我 我覺得他 他對我越這麼說 我越想說真的嗎 那其實真的嗎 是經過驗證的啦 剛提到了我回去part time之後 我發現那個三個月 因為所有事情歸了零 客戶也不一樣了 工作的夥伴也不一樣了 那三個月呢 如魚得水 竟然呢 在工作很快的就完成之後 還得到很多客戶的激賞 所以我老闆就告訴我 其實你蠻OK的耶 你要不要考慮再留下來 我當時當然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真的還蠻喜歡這個事 第二我已經知道生病是怎麼回事了 我已經開始在治療它了 那麼第三我感覺現在如果往下去 就是我也沒有薪水 我也需要一份薪水過生活 那剛好這個地方其實都很熟悉 那我可以再試試看 其實剛剛提到的 當我這麼念頭一動之後 很多困難 我就會想辦法去克服跟解決它 所以我在第二段回到澳美 我在第二段回到澳美之後 其實是我攀升最快的時候 我第一段卡關卡超久的 但是我第二段回到澳美之後 因為我接著的工作的內容 比較多都是做企劃的工作 我可能比較不擅長做非常多 計算時間啊計算錢啊 這種比較細節的工作 那個地方是花我很多的能量 去做不好的地方 但是開始在想案子想創意 規劃整個的客戶的這個案子的格局 是我喜歡的工作 後來事實也證明 我的能力比較在這個部分上面 所以我第二段回澳美 我簡直就是像是雲霄飛車一樣的飛奔 我大概在第八年 就做到了我們公司總監 那時候我又遇到了一個大的天花板 太厲害了 因為我開始在做的事情 就是比較適合我的專長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是一隻魚 就不要往水裡去嘛 如果你是一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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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往水裡去 如果你是一隻鳥 你就當然在天上飛嘛 那我覺得找到了自己這個位置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是蠻開心的 要先認識自己了 對 認識自己之後 你就可以找到自己擅長的事情嘛 那但是我在我工作第八年的時候 我又開始覺得不滿足了 那不滿足來自於我覺得我有一個天花板 突破不過去 包含我可能希望有更好的一個前景啊 比如說我希望能夠有承擔更多的責任 那我對於客戶的生意 氣管的東西懂不懂 那我的外文能力能不能支持我 在有更高的 在跟這個外國人溝通的時候更順利 所以我其實在那時候也是第二次放棄了我的工作 到英國去念我的碩士 那時候你幾歲 那時候我大概三十 所以我在三十寫了一個死前的十個事情的清單 真的很認真哦 我真的寫了十件事我死前必須做的事情 那裡面就有一件事情就是到國外念書拿一個碩士 然後呢把英文練好也是一個事 然後呢有個國外的long stay的經驗也是一件事 啊當然交個男朋友是一件事 我就必其功於一 這都做完之後就死了無憾 然後當時不瞞你講 寫一本書也在那個清單上 你看我畫了這麼久才把這個清單這個畫掉 不錯啊 當時也寫一本書 在我三十歲那一年 很有目標很有挑戰性哦 嗯對 但是這個有些事情完成之後 現在多多了好幾件 嗯 再慢慢加上去的願望這樣子 嗯對 當然以前有一本 有一本書還蠻賣足的 叫做三十五歲以前的 要完成的三十三個願望 哦這個我很 我很買這種單耶 對 就是說就是說你給 你給自己目標設定在那邊的時候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會 每個人其實都會有夢想 都會定目標 差別就在一定了之後 你如何去去實踐 其實人跟人之間絕大部分的差異 都在後面的那一段 嗯嗯嗯 如果只是說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我要很有錢 我要我要有男的男朋友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有個有有 有車子有房子 那個每個人都都差不多 好跟講完之後 然後呢那你怎麼做 嗯嗯 你如何呢去實踐 走到那一步 你有沒有念之在之 其實大部分人到最後呢 去去歸咎於自己在職場上面 成敗最大的差異 其實是在你的行動力上面 嗯 你如何去實踐自己的夢想 後面那段比較比較重要 好 在我們現場的呢 台灣澳美集團的董事總經理 謝欣慧 那這本書呢 謝謝謝欣慧 第一本書 看起來還有第二本 哈哈哈 好 那董事總經理的三十個思考 那工作不是湯不能用熬的 史報出版 那儘管告回頭 繼續跟謝欣慧聊 好 台灣澳美集團的董事總經理謝欣慧 謝欣慧呢 他自己呢 自己呢 把他自己的職場的工作的經驗 平常都是在 在作為一個職場的最大的助力跟推手 大部分的企業會在職場他們遭遇到困難的時候 可能就是呢 謝欣慧就是澳美呢 可以進來的時候 是需要澳美的時候 好不過謝欣慧呢 自己呢在整個工作職場 大家看到的都是他們成功的一面 一個成功的女強人 成功的女性的那一面 但是大部分人都很難想像 那個成功的背後 其實他真的都每個人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跟一個 今天來講是一種的成功職場成功的心法 嗯 可是那個心法在沒有成為心法之前的時候 多半都是一段呢 自己 可能講起來會有點心酸的心路歷程 嗯 好那這本書 董事總經理的三十個思考工作 不是湯不能用熬的 好謝謝謝欣慧寫的時報出版 我剛剛講他裡面呢 Part 1 Part 2 Part 3寫的是 實際是懂工作懂生活懂人生 好裡面呢裡面談了很很很多 在職場的當中 你該去培養的 嗯 我覺得談比較多的是心理素質 嗯嗯 嗯 心理素質跟現在素養其實在講是差不多的 對 因為其實我們生活到一個階段50歲了嘛 其實很多東西的生活的高低起伏其實都已經經歷過了 嗯 那這個高低起伏像在爬山一樣 嗯 就是你有登高的地方 你有要必須下到低谷的時候 嗯 那這個登高跟這個低谷當中呢 其實是進行的一個有點像是S型的一個爬行的一個過程 嗯 那這個當中呢我就領悟到了 其實我們在低潮的時候不要太過絕望 嗯 因為在低潮表示你有新的困難來了 如果你能夠把這個低潮度過去 其實你會養成新的能力 嗯 那這個新的能力能夠允許你再登一下一次一個高峰 那這登到高峰的時候其實也不要高興太久 嗯 因為呢像我今天拿到一個案子 我好開心哦 哇哦 大家慶祝喝了香檳 可是明天為了完成這個案子 我們可能要有一百個工作要完成 然後呢這一百個工作可能要熬三個月 你才能夠把它做完 可是那個做完的過程裡面 你就進入到了一個所謂的更低潮的地方 因為你一定每天要每日每夜 你可以想像的到嘛 好 可是到你完成那一刻 就像我剛剛講的 欸那一刻你又發現我們的團隊辦到了 那又是另外一個高潮點 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狀況 低潮是正常的各位 嗯 兩個兩個問題做結尾問你 第一個 當你的低潮來的時候 是 你自己怎麼處理 嗯 嗯 低潮來的時候先確認一下我現在目前的狀態 這是為了一個嗯 工作能夠完成的目標 好那麼我需要自己做得到嗎 如果我做不到 需要什麼樣的來幫忙呢 嗯 然後我就去安排 嗯 好所以這個地方上先把情緒放一邊 不要因為心情影響了事情 嗯 OK 當你把事情解決了之後 你往往會發現你本來有的心情 那些情緒也會不見了 嗯 甚或你在消化情緒的時候 那時候你會比較坦然 因為你事情已經解決了 嗯 OK 那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那個低潮持續比較久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自己的狀況 嗯 是不是身體有不舒服 嗯 有時候是身體因素 因為你如果真的就是生病了 你一定要啊去看醫生 嗯 你不能期待這個生病 你會自己好的 嗯 不會的 那如果其實不是這個問題 只是你情緒上面真的低潮很久 那我覺得有些時候 你可能要休一點假 嗯 也許去啊旅行 也許去看一場電影 讓你的情緒轉念 把它轉化一下 轉化完之後 你會發現 當你的心裡面是比較清明的 比較乾淨的 嗯 那麼來看事情就會更清楚 在那時候說不定 就會有一個更好的解決的辦法 嗯 對 但不要一個人 我常常擔心的事情是因為我過去犯過一些錯誤 就是覺得這個困難要自己解決 嗯 所以有吃了一些虧 那我現在希望就是讓比較多人知道說 其實你有困難的時候 嗯 你是允許可以說出來的 請對的人幫你忙的 嗯 可以去求救去求助 那是好的態度 是 最後一個問題是 你有沒有開除過人 有 有 當然有 那 你可不可以簡單講 你當你 當謝忻慧經歷過這二十多年的職場的時候 當你要挑一個員工的時候 嗯 你 你的 你的標準是什麼 嗯好 我先說為什麼 我說開除人 因為我也被開除過 嗯 我在第一次離開的時候是我的主管說他不要帶我了 OK 所以因為我有這個心情 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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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在這邊得不到更好的表現 如果是這樣 你要趕快離開這裡 去找你真正適合的 讓你能夠發光發熱的地方 所以我會用這個方式來跟他們溝通 就是你不是不行 或是你能力不夠不是 是你不合適 當我們把角度這麼調整的時候 其實多半能夠跟你對話的人都能夠理解 其實你是為了他好 如果你再待下去 其實你浪費的是你的時間 好 這大概就是謝忻慧剛剛講的 你可能是一隻老鷹 但是我現在需要的是一隻魚 是 第二個 我常說人 人其實在跟你的工作之間的磨合 是有一個摩擦系數的 如果你學過物理就知道什麼叫摩擦系數 摩擦系數太大的時候 你這一塊 你這個這個這個球 這個石頭是滾不動的 那你有可能的是在一個 嗯 就是摩擦系數非常大的環境 所以你並不適合那裡 那那也沒有什麼好沮喪的 我的我的我的態度是很阿Q的 本人這輩子只開除老闆 我絕對不讓任何老闆也開除我的機會 羨慕 沒有啦這開玩笑的啦 就是說最最少讓自己的工作呢 保持保持新鮮 我一直我最少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當然跟謝忻慧分享了 我一直我一直努力就我每一年 我如果手邊沒有增加幾份新工作 嗯 會讓我覺得很興奮的 嗯 那我就覺得我這一年就白昏了 就會覺得很沮喪 是不是 到過年的時候呢 連年都不想過 你一定要有些新的新的事 新希望 對就覺得欸今天又 又又學到了什麼什麼些新東西 或者參與了什麼新事物 那個時候才會有興奮感 難怪你最近直播那麼多 哈哈哈 這就是自然的新的 是不是難怪 是有沉沉就感的事 對因為他的 真好 他的回饋也是非常快 我剛講說以前在報社的時候呢 你今天表現好不好 兩個小時就知道 直播也差不多 下一秒就知道 哈哈哈 基本上面你當天玩了 就看你的點閱 那那個是很清楚 都騙不了人的 是 好今天呢 禮拜四的時間 在我們現場的 台灣澳美集團的董事總經理 謝忻慧 感謝 謝謝 好這本書呢 董事總經理的 三十個思考工作 不是湯不能用熬的 那 不是要你比聰明 比天賦 而是 讓你有認識工作 認識自己的機會 人跟工作之間的磨合 是一個很微妙的 他有些經驗 有些心法 有些屬於很個人的 有一些呢 是可以交換 交換自己的心得的 來蘇大家自己找來看 時報出版 來進廣告回的新聞 也祝福 個人 來自從